全国第一所阿美族民族实验小学 封兵阿美族实验小学 7月1号欢送了7位毕业生 校方除了以阿美族的独论传统食物 来分享极感恩 与校长林毕霞私交圣读的副总统赖清德 也透过了网路影片祝福勉励毕业生 让同学们相当惊喜 去年8月1号 全国第一所阿美族民族实验小学 在封兵国小街牌成立后 今天校方欢送第一届的毕业生 就特别以阿美族传统食物独论 感恩分享 奉兵阿美族小学7位毕业生 从校长林毕霞手中接下毕业证书 并将迈入下一个学习阶段 毕业生也特别将在校所学的 传统精神智慧与公益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 并且将成果分享给师长与父母亲 现场气氛温馨 很腼腆 我们平常都没有抱过 在这么多人面前 要抱抱她妈妈 要亲抱她妈妈 很不容易 从自带进到教育来 各位想 阿美族的孩子会不会有志心 除了师长们的祝福 与校长林毕霞 私交圣读的副总统赖清德 也透过了网路影片现身祝福 其免每位毕业生努力向学 勇于挑战 而这个毕业大欣喜也令毕业生 各个惊喜万分 在今天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我要送给大家三个期许 第一个 要永远保持活力及热情 第二 用好奇心 以丰富的想象力 去看世界 第三 在展示飞向自己的梦想时 保有莫忘初衷的坚持 以及努力不懈的态度 封滨阿美竹小学第一届毕业生 带着师长祝福 以及副总统赖清德的其勉 自信 勇敢地往前飞 记者石玉兰 封滨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访报道